最近YouTube推出了一个全新功能叫做超级感谢 如果你觉得小明我的影片拍得非常棒 你非常喜欢 或是你觉得我长得特别帅 机器特别大 你也可以点一下这个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这上面会有相对应的金额 金额越高 颜色越特别 那所有超级感谢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 并且在下一部影片的片头公开感谢你们 嘿嘿大家好 我是小明 这个一格初心造型 我们马上来为大家 实测一下究竟要抽多少钱 这次的抽奖规则 就是你抽一次 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个猫爪 像是你看一格那一篮 就要五个猫爪 基本上是难到靠北 根本没机会 其他一些垃圾奖品 就是只需要一个猫爪 所以你只要转到一次 就可以得到那个垃圾 那关于这种抽奖 基本上我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保底命 大概这一年开始吧 就是自从传说对决 出了那种保底的机制之后 我每一次都是保底命啊 有没有人这次抽奖不是保底的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我真的很好奇 有人可以不用保底吗 我感觉官方出了这种保底的机制之后啊 就是强制大家保底 你看我转了多少次 现在才转到一次一格的猫爪 都已经剩最后三个奖品了 才中一次而已 你看那个几率有多低 这次啊我常看到有人在留言区说 一格这个造型只值710点而已 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吗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但我觉得你看完我这部影片 你应该会改观 这个造型绝对不值710点的价值啊 OK快转一下啊 一样是我们的保底命 2850点券下课 先带大家看一下选角画面啊 我个人觉得光是选角这边 看这个模型呢 我就真的觉得很可爱 虽然一格是小男生有小鸡鸡 不过这个猫猫在他头上还是超可爱的啊 有卖切光处20 hour仓库里面的后面全都给我让路 那给他们为我根本不用你帮助 走进发觉还是升龙原来是一条黄兔 马上进入到我们造型实测的部分啦 其实忽然想一想 我好像也有一阵子没有拍一格的影片了 其实一格啊一直是我一只非常喜欢玩 而且算是蛮专精的角色 之前一格也有打到指标过 然后这一季啊我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会拼一个全服的一格 所以这一集的造型公道博啊 大家绝对可以安心的观看 我觉得会做出最公正 最客观的造型评价 那我们先不说手感啦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一格外型的部分 首先这一侧造型主题是以一个 比较可爱一点的风格 然后是跟这个猫去做结合的一个造型 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 传说对决还没有类似的这种 造型风格的样子 我觉得传说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走一个帅或是美 比较少那种可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造型我还蛮喜欢 还蛮特别的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我自己是猫控啊 我自己真的是算蛮喜欢猫的 就是对那种可爱的东西啊 其实没什么抵抗力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造型的地方应该是 外型的部分啦 就是他头顶上那只猫 我超喜欢 而且其实你在游戏里仔细看 是真的看得到那只猫的 造型的整体配色呢 依旧是以紫色为主喔 我觉得如果还是以紫色为主 算是稍微可惜一点的地方啦 因为本来一格的经典造型就是紫色嘛 但是他换了个造型还是紫色 就是紫色色调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稍微可惜一点 如果可以把它换成粉红色啊 或是其他更鲜艳一点的颜色 我觉得也还不错 不过这个紫色也不丑啦 所以说实在来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紫色就非常棒了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啊 毕竟大家审美不同嘛 那再来换讲一下这个技能特效部分 首先呢我觉得一技能的特效 他的那个打击感蛮扎实的 就是砸下去呢 有一个比较沉重的感觉 个人我觉得这边是还不错的 而且一剑砸出去啊 爆炸之后会有一点像是魔法的爆炸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个人觉得是还不错 再来是我最喜欢的大招啦 大招我觉得就是这个造型 最最最最核心的地方了 炸下去呢会有一只超级大的可爱猫猫 真的超可爱 会不会听到这边你们觉得我很娘炮啊 但是 这是真的超级可爱的 大概这个大招就值这个造型的2000点以上了吧 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这个大招才买这个造型的 这样讲好像也不对 就是这个大招算是我买这个造型最主要的原因 那最后讲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的话 其实就看不出太大的差别啦 就是一点点嘛 我觉得不是什么很重要的点 不过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讲就是 这个造型是由自己的语音包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再来就是这个造型的音效超级多 就是如果你自己玩过就知道 这个造型会一直喵喵叫的你知道吗 就是像是大招 你把大招抬起来 他就会发出一个喵的声音 我可能学的也不像啦 反正就是有一个猫叫声的音效 然后二技能好像也是 就是我今天大概仔细的玩了三五场左右 我发现他这个特效音特别多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算是蛮融合这个造型的外型 不只呢语音有特别换过 连那个音效一大堆也是跟那个猫有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是啦 是有值2850块啦 就算保底好不好我也甘愿 毕竟伊格现在造型这么少 其实说实在也没有什么替代的其他造型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蛮喜欢伊格的 就抽吧 现在有更多比他还要贵的造型 我觉得抽这个造型 2850点已经真的算是便宜了啦 虽然大家的价值宽都已经蛮扭曲的 因为传说的造型真的出的太贵 但是2850块 好了勉强接受好不好 只能说对不起的钱包 我真的需要这个酷东西啊 所以总归呢 伊格这次的腰与密纹吗 对腰与密纹 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抽一下的 那最后再顺便跟大家聊一下伊格现在强度喔 我自己觉得伊格现在强度应该有个T1.5啦 算是还不错的强度 不管在高端低端我觉得都可以拿来用 而且伊格这只角色算蛮全面的 就是前期两等入也枪 然后后期大招炸了很痛 是一个前前期跟后期都有不错表现的英雄 而且偷偷跟大家说啊 最近图伦好像要被削弱了 所以呢中路角色在这么多被削弱的情况下伊格 算是很幸运没有被削弱到的英雄 所以在未来的强度呢又会再更加提升 然后我刚刚在抖音又刷到狄拉克也要削弱 所以如果你们仔细想一下 这一大波中路削弱槽 从萨迦 狄拉克 洛里昂 图伦 令月 哇官方完全在针对中路啊 好啦喜欢今天的造型公道部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顺便按赞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